Hello 我是DJ阿周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位在台南市东区吉仙火锅资助餐厅 今天很开心 大家好我老婆 就用则去吃台南的吉仙 我说好啊 我就吃为什么不好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到台南市的 没有我们的一些 资助餐的火锅 吃到饭的资助餐 我吉仙推荐给你 有机会来吃吃它 好啦不说话 我要开车取餐 OK 要跟各位介绍 它这是熟食区 它有分素食 还有分食 那早上呢 10点后就来了 还不到11点就进场 那菜车大概点点 这边就是放后冰底的部分 这个冰淇淋 水果区 早上到菜市长看一下 水果非常的快 而处理 这是调味饼的部分 这边有卤味 自己拿了之后放这边 也有麻辣的卤汁 这是极鲜的甜品区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甜品非常的多 这是咖啡机 咖啡 喜欢哪一桶咖啡 那这边有热开水 这是我的最爱 冰淇淋 那它的饮料区呢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区块 这是看你喜欢哪一样的 日料的部分大概就有 寿司之类的 好的 好的 那这是烧物区 这边会有烧烤 这边也有现切的牛肉 香肉品的话 这边有现切的牛肉 这边也是熟食区 这样子这边会有很多外国的劳工朋友会来这边用茶 在入门的时候就有遇到 在入门的时候就有遇到 比较特别的 那这边也有猪杂肺 但是我不知道这边的猪是哪边来的 等会我问一下店家 那火锅料理的部分 大概这边是素食区 这边有显了很明显的一个素食区 最好 这边呢 这边呢 是一个 果果料的部分 有海鲜类 非常多的一种 海鲜类 海鲜 这边还有 一些 有加工品等等 还有肉骨酥都贵 那这几千 那这还不错 目前海鲜呢 市场价格都已经长上去了 那这边呢 是它的蔬菜类 哇 最近蔬菜长最多 尤其番茄 非常的离谱 番茄 找上去开始展开 一台鲜 居然要一百二十块钱 新来币 真的贵得好离谱 OK 不用问 它的猪肉来源 全部都公到这里 他不使用萊豬 非常感谢这些店家 不用萊豬 我们的政府听到了没有 要我们吃不健康的猪 又喜产地 真的是运达 OK 我们一样告乌克 它的猪肉的来源 都写得很清楚 很感谢齐先生 原产地 都是台湾 最后呢 它的冰品 这边有可口可乐 等等的一个饮品 还有这边一些茶品 好的 这个大致上是一个情形 还有它整个用餐区 我大概 翻一下它整个用餐区 区块地方 可供座位的部分非常地多 而且它有参数的包向 它这边会有参数的包向 好的 坐下来了 我 这是一盘一盘的牛肉 第一盘一盘的牛肉 牛肉看起来不错 花色非常地不错 好 调个角度 这个角度应该不错 好了 我去拿东西了 好的 拿了一盘的那个 标子 它这边很特别 拿了一盘腰子 先吃这盘腰子 先吃这盘腰子 同时呢 我还拿了 这个芥末酱 芥末酱 芥末酱 还有我们的芥末酱 那就是 它这边有沙茶 我先示范 这个芥末酱 是 我确定它有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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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吃 好吃 好 旁边坐的是外国的老公朋友 所以说你们会听到我外国老公朋友在两边 他們說的話我聽不懂 好的 我第一輪拿到的東西 有一顆花枝丸 黃金魚蛋 外加拿冷凍雪蘿 還有拿了一個 花枝的魚漿 那拿了一些蝦子 還有蛤蜊 拿了一個清乾 清乾的魚頭的部分 有切 那還拿了一點花枝 還有魚皮 大概就這樣 第一輪就吃這些 這間極限它有比較特別 一開店的時候 我們就有辦這張卡 所以說我在這邊吃了很多 它這邊的消費呢 從以前到現在 都有在漲價 那目前一克的話 是510卷 在假日 餐晚餐 假日啊 都是這種價格 那還要加一層的服務 其實算一算 你現在的物價 來吃這個東西 是比較難算的 為什麼 因為兒女都長大了 那服務兩個人 隨性 說要來吃就吃 而且 離我們家 非常的近 大概騎車要騎三天三夜 就會到 蠻近的 沒有開玩笑的 大概騎車要爬三座三五座橋 二十個紅利燈 才會到達 這也是假的 從我們家騎車到這邊 大概 五到十分鐘就到了 有機會呢 如果在那遇到我 可以跟我打成招呼 好啦 我要繼續吃我的東西 因為 旁邊呢 這個 小火鍋 已經在滾了 我剛才放下去 第一批的食材 現在已經 放進去了 開始吃了 第一盤 蝦子 剛煮熟 我用麻辣鍋 用麻辣鍋去煮 你要問我說 蝦子的問題嗎 你要問我幾隻 我跟你講 正好拿到十隻 十隻蝦子代表十全十美 那我要來吃蝦子囉 幾次來這邊 幾乎都沒有吃到 它這個黃金丸子 剛剛吃了一顆 還真的真好吃 剛剛路過的一個媽媽 聽到小朋友說 這邊雖然是吃到飽 那吃多少 跟拿多少 不要浪費食物 就是真的不錯的 教育 這個教育 說實在是 自己做生教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在這邊再吃呢 其實 我們 跟一般 來這邊用餐的人 在使用上 因為有點年紀 我們不會吃很多 大概吃巧 還有吃飽 上就好了 今天可能 就是 早 中 晚 就吃這麼一餐 要不然 卡路里會過 吃個一筆 OK 瞬間把 剛剛十隻蝦子吃完了 結果 我們的台灣大廚 他煮的一盤蝦子 叫我繼續吃 我繼續吃這一盤蝦子 花了一點時間 把另外第二盤蝦子也吃完了 他這邊有準備這個小小的垃圾 小垃圾桶 都把它丟進去 那 廚餘分內 他們工作人員自己就會去做 前面的大廚 前面的大廚 我去拿了冰餅 我才吃兩盤蝦子 他已經在吃甜點 前面的冰餅還不錯 他手伸過來 他急著要拿 我去吃我的食物 青肝 這是屬於深海的魚 青肝 還不錯 青肝 這魚好吃 有點年紀吃魚 會防止老年吃到這裡 好燙喔 我吃一口給你們看 真的好吃 他的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也非常的多 我夾的這一塊青肝呢 正好是在 魚塞的那個附近 他 這個應該是 用電動切的 剛剛拿的 那一盤 生食 放在小火鍋煮熟了之後 他這邊的 花枝碗 還是我拿了一個花枝的那個 根 下去 魚醬 花枝 花枝魚的魚蝦 還有拿了一點 腰子 腰子 還有這個 蛤蟆 文梗 魚皮 還是魚皮 嗯 你看 你看看 這樣 就是 用麻辣鍋 下去煮 確實好吃 吃吃看這個花枝丸 看這個花枝丸 好不好吃 裡面還有花枝肉 感覺一般沒有那麼脆 脆度沒那麼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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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它裡面有花枝喔 就從碗子裡面 喔不是 另外煮起來 謝謝 謝謝 工作人員來收空盤 花枝魚醬 下去煮的 吃吃看 脆度 脆度有比剛剛那個 吃完的脆度好一點 本來今天沒打算 來中午愛愛吃這個 我早上還跑到菜市場 去買了一點菜 結果突然呢 我內人 我的最愛 問我說 我們去吃幾些好不好 你想的 我一定說好 所以說我今天才坐在這邊 再吃幾些 這也是臨時想到要來 那我問他我可不可以拍片 他說好啊 但是我如果拍片子 或者 就先少可以跟他聊天 就先少可以跟他培養感覺 好 不會很不錯啊 按壓我來這邊吃 確實又離家裡蠻近的 來這邊用餐 輕鬆無快 我對極見的印象是 他的甜品很多 尤其他的冰品 確實是很好 喜歡在夏天的時候 雖然是吃我過 但是我們都吃一點點苦吃 趁著大概就是 吃點水果啊 吃點冰品啊 喝點飲料在聊天 很快的一個沖五十段就過了 晚餐也就不用煮了 一天就這樣度過 突然之間 我的最愛 誤我 要不要吃手捲 我說好啊 他去幫我拿了兩個手捲 一個是蘆筍的 一個是龍蝦的 加沙拉的 手捲還有一個蘆筍 這個季節蘆筍應該是有點老 吃起來會有點怪 那要吃這個之前 我先 將這個牛肉 大概我今天只會吃兩個 把這個牛肉先放下去 雖然這是進口的 不過說實在的 台灣真的有那麼多溫度牛肉嗎 這是我一直打一個很大的溫度 手捲 有點老的 蘆筍 吃起來沒味道 加一點沙茶 你應該沒吃過加沙茶的 手捲 加的沙茶真的好吃多 黃 Davido 我再煮它 跟龍蝦那邊把紫嫩狗 哈輪蝦這樣就是還有一個裡面的 這就不用加沙茶醬了 乾杯 沒有人比我乾杯 吃點牛肉 麻辣鍋牛肉 因為拍影片牛肉煮得有點辣 要快把他撈起 十萬火急 好像打火兄弟一樣 十萬火急趕快把他撈起 為了避免認為這個東西不好吃 但是我先把影片卡掉 推薦各位 極仙這邊有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他這邊有個民果黃金榴槤冰 這個東西我上回來沒有吃到 他每次來如果有看到我就會吃 我前面這位大妹他就拿了一次 我趕快來拍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好不容易把這兩盤煮食的牛肉 給放到鍋裡就吃掉了 那主食的部分沒有拿很多 就挑了一部分自己平時喜歡吃的東西 其實來吃那麼多湯 我個人還是覺得就吃一點肉 吃一點海鮮 吃一點魚肉 那一些丸子 一些蝦子 在剩的時間 就吃他的甜品的部分 你就會很滿意的 就結束用餐 先在鍋裡煮的第二鍋 放下去第二次的牛肉 為了不讓他太老 我只好現在先來吃 主食的部分就是第二鍋 的牛肉下去燙一下 為了不讓他老 我先把他撈上來 在吉仙這邊 平時會常來吃 所以說我們到這邊 就是挑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挑幾樣吃 並與其他的自助餐不一樣 像前些時候 我人都在中國大陸 跟我的愛人在那邊旅遊 我們在上海吃了三家自助餐 去一個禮拜吃了三家 真的有點超亮 不過說實在的在那邊吃 各種品項都想品嘗 為什麼 因為各種美味 我們都品嘗到 就去吃那麼一次 好不好要好幾年之後 才有機會再去找第二次 可是吉仙這邊 因為就在租家的旁邊 而且不遠的地方 那我們來這邊 當然就是挑幾樣自己吃 不會去吃很多 所以說這邊的老闆老闆娘應該對我們來用餐會很開心 有時候晚上會跟他們自己也在那邊吃飯 有時候會跟他們打個照顧 大概就這樣 現在人越來越多了 因為今天正好是假日 而且是台灣的連續假期 四天的最後一天 很多的勞工朋友 或親友來訪 或者什麼 反正就是人很多 難得看到這邊幾間 中午時段 有那麼多人在這邊用餐 好啦 繼續把我的牛肉吃完之後 後續我就要吃我的甜餅 還有水果的部分 熟食的部分大概 就吃的差不多 沒有拿很多 不過甜餅我也沒拿很多 甜餅大概就拿了兩罐 餐樂多 有消息到10月19日 拿了一罐素泡 外加一個愛玉 還有中華豆花 現吃這樣 等我後續要吃什麼 再拍給各位看到 自己弄的雙麒麟 技術還不錯吧 看看中華 中華阿姨吃完就吃個雙麒麟 那雙麒麟好吃 這個本來是在用冰淇淋的殼 那雙麒麟那邊的殼比較差 我就從用冰淇淋的那邊 去拿了一個殼 口氣雙麒麟機器自飲肉 香草口味 如果你喜歡 變它口味的話 像它那個 你可以加上它的芥末醬 再上後加醬油 或者再加沙茶醬 這個味道就不一樣 我想應該沒人這麼笨吧 來吃吃它的香草原味就好 好吃 好吃 冰淇淋吃完了 雙麒麟吃完了 結果我去弄了一大盤的水果 有多大盤 就這麼大一盤 一個發熱 一個香蕉 一個香蕉 夠大盤了吧 靜靜看很大盤 遠遠的 變很小盤 再靜靜的看 又變宜大盤 今天早上到菜市場看到水果 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 一價物價 我們的農委會 算不錯了 中餐到尾聲了 去拿了我來極限 最喜歡吃的東西 榴槤冰棒 整體來說在極限用餐呢 它的時間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那價格也不高 五百 好像五百一十九 餘味 我覺得 你這種價格 你現在在外面隨便吃一份 像樣樣一點的套餐 都大概要一百多兩百多 搞不如多花一點錢 享受一下你想吃什麼 而且 它讓你各種食物都是自有的 並沒有限量 這是我比較喜歡來極限的鹽 再者 這邊的糖底 它的口味又多變化 你如果正好朋友來 或什麼 一兩位 你們要吃餐廳 可能會用 可能要花個三五千塊 打不如就來吃這個 也比較省 所以高檔的自戶餐 在台灣是有很多家 我們一般 偶爾會去吃啦 但是還是你吃這種平價 我過累的 這邊價格真的不高 說實在的 五百多塊 再加上一層小胃 也不會超過六百塊 兩個人資格一千多塊 你即便現在到菜市場去 你去買個菜一千塊 可能就買不到主要菜 說實在的 而且 你的內人 還要很辛苦的 油的汗在那邊煮東西 倒不如去音聰聰聰 你想吃什麼 他想吃什麼 各自拿各自的吃 偶爾聊聊天 兩個多小時就走了 很感謝今天我的內人 找我來這邊吃 大概就是這樣 好啦 掰掰 這支影片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 及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動力 希望我的影片會持續的一直拍下去 會不會有期